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只是代表大部分香港人去解气 我觉得这个只是我做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我是平常心去做 我不觉得我是为了别人去言同我去做 我是觉得我是应该要做的 陈先生觉得该做且已经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修理风波持续的三个月里 香港警队一直奋斗在最前线 坚守岗位 制暴制乱 然而 镜中职守的警察却成了示威者的攻击目标 陈先生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于是支持警察成了他这三个月最重要的事之一 陈先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多次呼吁 希望大家支持警察 他声明面对不断升级的街头暴力 警察在当前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 也痛心警察被多次抹黑 除了在网络上呼吁 陈先生还把这样的呼声带到了6月30日 天马公园称警集会的现场 当天下着瓢泊大雨 陈先生与自己协会500名成员 从中午12点一直坚守至当晚7点半 守住集会现场的各个出入口 帮忙维持大会秩序 陈先生亦在附近天桥 向过往的路人一遍遍传达自己的心声 他的举动感动着过往的人 他们的支持和肯定也感动了他 下大雨的时候 我在那里挨麦 因为有人拿傘站在我后面 还有送了很多补困力 放在我旁边一路跟我饮 所以那个很感动 我试过当场现场流眼泪 因为我估不到紧大雨 很多人都支持 没有走的 我们全山失去 又顶到尾后面还有人帮我撑着傘 所以真的有点感动了 因为大家同一个心出来去支持这个 当天的天马公园 人山人海 16.5万人从香港的不同地区涌来 他们手举撑警标语 高呼香港加油警察加油 在庞托大雨中 渗员香港警察 人数之多让陈先生出乎意料 也更坚定了他支持警察的心 在此之后的多个日子里 陈先生前往多个警署 为警察送去慰问 这个去屯門警署 荃汪警署 渠中警署 中区警署 西区警署 警署总部 北角警署 我们去了这几个地方 中区和西区去了山池 还有宋迷果栏 还有山果过去 去慰问警察 我们有个乡里做警察 他告诉我一天 只是休息了三天 整个月之内 因为他每一天趴回警车上睡觉 搞个面汤 所以我很感动 警察是为了我们 他付出的太多太多 警察的尽忠之手 和撑警市民的热情 让陈先生备受感动 修立风波中 传媒大量的事实报道 则让他愤怒不已 他称 香港不少媒体为达目的 断章取义 让社会大众对警察依法执法 存在很大误解 于是他精心搜集视频画面 与协会人员走上了街头 我们用电视机播放个片段 在元朗 在全邦 在中澳 做了三个街站 给大家看真相 你们很多传媒都是断章取义 将全面割了去 跟着警察 拿起棍的时候 你又拍下来 所以香港传媒的失败就是这样 如今 陈先生每天已久忙忙碌碌 他不知道自己印骂人视频 在内地网络上红了一把 他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要为祖国尽一份力 他也希望香港人能饮水资源 珍惜现在拥有的安宁 我在香港二十几年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享受国家 给我们香港人的机遇和荣誉 但是我们是否香港人都要承担 我们做一个中国人的职责和使命呢 要引水资源 我是未回归之前来香港 我当时来香港 跟别人讲国语 别人都好像比试你那样 到了今次今日 你去跟别人讲国语 别人说中国第一个 希望他自己为自己 为下一代 他要站出来去发声 要站出来去做事 依然相信我们的国家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